人体最坚硬的器官是 人体最坚硬的器官吗 我不吗 你出过多少个男朋友啊 三个呀 三个 你都出了这么多男朋友了 你也太不专一了吧 我们分手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听我跟你说 第一个呢 是因为他老在外面沾花惹草 而且是他跟我提的分手 第二个呢 他老跟朋友出去喝酒 我管他 他不听 你也是他跟我提的分手 那你现在 是不是跟他们还有联系啊 前两个肯定是联系不上了 自从分手以后 第一个呢 就成了植物人 现在还在ICU躺着呢 第二个呢 双腿截肢 现在还在老家养着呢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 现在不是正在给我找事 提分手吗 如果真的分手的话 我想这辈子 恐怕也是再联系不上了 你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提前给他买好了一块木币 亲爱的 你还想跟我分手吗 我还是考虑考虑吧 活着不好吗 我不考虑了 不分了 你记住了 我的字典里 没有分手 只有丧恶 东北有个女人出差七天 临走之前呢 跟老公说 我出差七天啊 你在家呢 给我消停的 等我回来 别干什么坏事 老公说 那哪能呢 您放心吧 我什么人 您还不知道吗 这老婆就走了 他老婆前脚走了 他老公说 我可得好好出去嘚瑟嘚瑟 好好玩一玩 找了一帮胡鹏勾友 花田酒地去了 玩的那就一个嗨呀 正嗨的呢 老婆来电话了 干啥呀 查岗 这家伙吓得 赶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就接电话去了 就听电话那头说 喂 他老婆的第一句话就问 你在家吗 在家呀 你听多安静啊 我就在家呢 真的在家呢 他老婆说 真的在家吗 那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 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他老婆赶紧说 老公你别生气 我知道啊 你在家呢 我相信你 你肯定啊 没有出去嘚瑟 那你去 把我枕头底下的一百块钱拿出来 把上面的号码啊 给我念一念 他老公一听 直接蒙圈了 满头大汗呢 他说呀 老婆呀 您还别说 今天早晨你出门走了 我呢 就收拾咱家床 我说 这怎么有一百块钱呢 我一猜呀 就是你留下的 我给花了 买了喝烟 现在呀 还剩五十 老婆呀 要不我把这五十的号码给你念一下 他老婆说 你小子少来这套 你呀 肯定没在家 他说 那你咋知道呢 他说 我枕头底下压根就没有放那一百块钱 你个山炮 所以呀 我告诉各位啊 你个女人玩计谋啊 你永远玩不过他 为什么呢 他是看《甄嬛传》长大的 他是看《武则天》长大的 玩计谋啊 咱们中国的电视剧 什么最火呀 公斗剧呀 认同的点赞 妈妈 你给我生个弟弟呗 你爸爸出国了 我们等爸爸回来再要好不好 那为什么不给爸爸一个惊喜呢 傻孩子 你就是爸爸最大的惊喜 哎呦 你妈 请问人都怕些什么呢 酒场怕晃 情场怕浪 官场怕顶 赌场怕杠 天怕无音遮 地怕不见光 新兵怕战场 战场怕伤亡 工人怕下岗 官员怕上访 商人怕吃亏 兔子怕狗追 高考怕落榜 有病怕卧床 小孩怕没娘 老人怕凄凉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钞票就怕被花光 生意就怕不开张 夫人就怕穷人借 买卖铺子 怕舍账 老哥老哥 我妹妹她生了 李李生了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好 男孩我喜欢 喂妈呀 李李生了 男孩 姐啊 李李生了 是个男孩 阿姑 李李生了 男孩男孩 我妹妹她生了 你咋这么开心呢 我这不替我妹妹高兴 高兴 太运气了 媳妇 啊 刚才姐夫打电话了 说请你帮个忙 请我帮什么忙 嗯 这不姐夫跟姐吗 要孩子要三年了也没有 咱俩二胎都老大了 他俩着急 何解找你帮个忙 那啥 姐夫也不是外人 那就帮呗 行啊 行 我行 装饰姐乐意不 你别 我姐有啥不乐意的呀 咱借给她钱 她还能不乐意啊 啊 借钱呢 啊 这不她俩合计做个试管吗 差三分块钱 合计跟咱们借一下 没有 还有什么 刚才不还说行吗 没有 妹 嗯 我来考考你 你考吧 两个光棍一样高 五个美女抱住腰 打一餐具 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不知道是什么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 他爸就把我叫到了书房 然后说 这里是一百万 赶紧离开我儿子 我儿子要跟其他大公司连婚 还没等我开口呢 我男朋友突然就闯了进来 然后就把那支票撕个粉碎 拉着我就走 说 我就要跟他结婚 我今天就要娶他 把我拉出去之后 告诉我 户口本我已经偷出来了 咱们去民政局 出了民政局 他对我说 刺激不 那老头 是我花钱雇的 别墅也是我花钱租的 我是吉林的 吉林白城下边通雨的 给个面子 当我把手拿下来的那一刻 不管我美不美 高低夸我两句呗 朋友 请等一下 我看到你了 能不能和你商量一个事啊 我知道你每天忙忙碌碌的 脱不开身 我也不忍心啊 每次都耽误你的宝贵时间 就和你说几句心里话 今天有缘遇见了 能和我说说 你的家乡是哪里的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知道 那个一直默默支持我的人 到底离我有多远 你想要啥 只要你说出来 我都能给你 喂 就说你了 你倒说话呀 我再强调一句啊 如果你再敢撩我 不管你是已婚还是未婚 无论天涯海角 我都要找到你 我就问你 怕还是不怕 风流的女人 露胸露大腿 你觉得她很美 给她支持 给她点赞 那我今天想问问你 像我这种什么都不露 会做饭 会做家务 孝敬父母 自己又会打工挣钱的 你们觉得 我这样的美不美呢 还玩呢 媳妇 走 咋了 你四舅住院了 咋上的 你四舅你还不知道吗 没啥事就愿意东勇 游着游着 扩擦游没了 你说你倒是上岸呢 你狗袍是上岸也行 他来个洋勇 那咋用不行啊 那么上岸就行呗 是 没等上岸呢 来个鱼鹰 嘎巴一下子 咬掉了 啥来人咬掉了 哎呀别说了 快走吧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一会儿到了 先别叫四舅了 别往他山口撒严了 你别笑 我们家子们三个 我有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我姐姐出嫁的时候 没有要一分钱彩礼 好了 revelation